美是一个多义词 我们看尼泊尔的中国医生 那一身白大褂就很美 不同行当有不同的美 有时候说的是身手高超 有时候说的是团队很牛 但是敬业是共同的底色 到底美在哪儿 见识了才知道 身边的最美劳动者 晚间新闻今天继续 这一刻你就无可能会再去考虑 自己有没有受伤啊 或者哪有没有受伤啊 就肯定没有时间会考虑这个了 拿个清洁袋 这个镜子必须要擦干净 因为它是过站嘛 只有八分钟时间 所以现在就赶紧赛 要把一会上课延误了 这些镜子必须要擦干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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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这一部作品 顺便一身就好 它修下来过后 一年的时间 大概要五百多万针 才修得完这一部作品 这些镜子必须要擦干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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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镜子必须要擦干净